十年都没有老到呢 怎么会没有老到呢 没有没有没有 几年没见了 回想十年前在医院初见慈继志工慈童 林秋梅眼眶红了 就好像做噩梦一样 看到村庄的人 很多伤者脸都肿得是慈童 印象很深 还有那个阴霉 为什么印象很深 他们都在我周围啊 当年家族有14人往生 医院里林秋梅照顾受伤的亲人 忙着救灾的侄子林俊雄 黑熊 则在顺行宫见到慈童 两个长辈来了不太一样 跨少然后就有年轻 到那个区别的那种 那个氛围进到这边 这个黑熊都不理我 他还跟我讲 他在第一现场挖尸体 我说我在第二现场 齐山医院住面 慈悲面容四处奔波 软化了防备心 慈童更介绍慈性在国外盖的永久屋 如何让社区女方向他们聊 他们告诉我 就是他讲那个就是一个曙光啊 我就跟慈童讲你说 你叫慈童还有一个叫慈鹿 你当年你的偷路 偷路 想办法 让大家更了解 因为这是友善的机会 黑熊自愿当通路 搭起部落长老的沟通桥梁 促成入住山林永久屋 这道黑暗中的树光至今难忘 像梦惊群 对啊 命保住 那我们何去何从 一无所有 一辈子投资在六规 怎么会接触慈迹 怎么会认同永久屋的 你知道那个灵魂人物是谁吗 来我们跟慈童师傅干杯一下 来就是慈童师傅 慈童与书法老师高庆和首饰二十多年 从没想过老友会成为灾民 三年大元期 你一定要里面有非常好的种子 所以我就想到高老师还有怀景 李怀景 所以我就特别 因为第一印记金也给他们送来 还有那个单子 多年来陶一家李怀景和高庆和 在永久屋重建生活与创作 更用书法班带领长辈写出自信 高庆和也用毛笔记录下这十年 祥云普夫 我就持同事件特别邀约 出版新书细数莫拉克灾后的温暖 人间的温情更在天天的问候里 小姐 你哪些啦 志工来访是山林园区的日常 自家种的香蕉有满满的心意 山林串门子结束 富裕女搭车往山区走 从你们家到牡丽谱去收工的款 一个多小时 这家吗 从这就在放三五 家住大社但富裕女十年如一日 每个月都走这么一趟 到山林跟旧小林村民居住的 无礼谱永久屋 本身目前只有三个 三个在九年 本来她有多少一个啦 她每个月都来 很感激烈的 你还帮她走喔 对啦 她本来有多少一个 来回要三小时 只为了三百员工得款 但她珍惜的是缘分 2008年卡梅基台风 两人就一起协助小林村受灾的清理 隔年富裕女在灾民收容所 找到了叶秀霞 我们去小林村 她发愿要当志工的那个菩萨 对啊 当时手上这串佛珠 是受证时证言上人给的 富裕女待了十多年 她在孙行宫的时候 有把我受证的佛珠 把力量转给她 给了我 我不敢拐 她说她做不太多 她说不好意思拐 结缘佛珠深深祝福 秀霞把佛珠供在佛前十年 那时候想到就是说 无量欲经的头目水脑西斯人 那我们如果走不去 虽然是我的宝贝 她的手 去牵白人的手 牵克都小人的手 我现在是社区的理事长 尽量地找些活动 叫村民来参与这样子 你如果出来做 要比较传辈 他在家里在家里做 对吗他就不像人 我们整天都在家 你怎么管你现在好吗 永久屋里布下的善种子 需要浇灌 慈禁温情像这佛珠 实实在在十年相伴 确实在